民众党市长候选人吴义正 24日上午与立委陈其路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立军 共同发表他的市政白皮书 这也是今年市长补选选战开打以来 第一位公布竞选白皮书的候选人 相较于蓝绿两党候选人 吴义正竞选总部要求另外两位候选人出来政策对决 不要再回避空污辩论之后 还想要躺着选 吴义正的问证白皮书 也是台湾第一次在直辖市长成绩 引进联合国永续环境的17项指标 作为施政的目标 立委呈其路强调 近来发生其他候选人的风波争议 但吴义正至猜选以来 一直强调的是政界 就像他18年来所关注的就是最高品质的问证 他认为选举应该回归政策主轴 我想吴市长候选人这边最重要最可贵的一件事就是说 虽然最近很多的这种八卦性能 或等等的一些候选人发生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边团队这边一直是坚持的一件事 就是政界为主的 吴义正议员 其实在高雄生根18年都是一直在默默的在为高雄市所做更运 其实他所关注的都是一个最高品质的这个问证的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个点 就是说是政策主轴 此次吴义正以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为市政重点 所推出的阳光经济高雄前进的竞选主题 内涵上以经济的成长社会的进步 环境的保护等三大主轴 去框架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的指标 陈其露指出 这样的市政方向在强调吴义正坚持一路走来 是对市政最认真默默耕耘的人 也让选民知道谁才是最优质的候选人 并让选战回归政见主轴 我们这一次其实在这个政策 来提出这边的规划 就是按照这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 来做一个我们对于我们高雄整个政见的规划 符合我们这个这一次竞选团队的一个大的组织 就是阳光经济高雄前进 内涵上就是以所谓的这个经济的成长 这个社会的进步跟这个环境的保护 大概正用这三大一个主轴去框架 整个这个17项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指标 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向目标 把高雄市要做的事情把它呈现出来 不只是一个实务上 为高雄市弥定一个发展的愿景 同时也有非常坚强这个理论上的这个基础 就是胡义正市长候选人 是一个对市政认真 问政认真 他一路就是这样子默默耕耘的一个人 我想其实这个变化很多最近的 但是大家会越来越随着时间 就看得出来谁是真的更优质的这个候选人 谁是真正的有规划 有想为高雄市做事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奖励均者表示 无意证的市政白皮书呼应联合国的17项永续发展指标 以人为本出发 包括消弭贫穷 性别平权 公平正义 永续生态水源与海洋环境的保护 城乡平衡 照顾老落妇孺 即在大家忧心的气候变迁下 如何让高雄人民生活过得更好 有良好的工作 较高的生活品质 经济成长与开心的环境得以安心立命 因为这个气候的变迁造来了一个伤害 也谈到了所谓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转换里面 所应该要有的对策 也就是如何在灾害来的时候呢 可以有所这样的一个防备 那我想在整个的一个方向里面 它符合了也推动了所谓的联合国 在它所推的要永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指标里面 几乎十七项里面 我们都非常的强调 一个是如何消除它的一个贫穷 如何做到所谓的一个平等 那信蝶的一个平等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生活品质如何的一个保护 很重要的还有在人本为主的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希望照顾到这个幼儿也照顾到 我们现在一直在增加的所谓老人的这一块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很重要的都希望是一个良好的工作 然后经济的一个成长 很重要的也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能够喜欢这个环境 而且能够安居的力 至于吴宇正竞选高雄市政白皮书 所提出的四大愿景与主张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整理的这一份的我们事件事政的白皮书 讲到这个政策 坦白讲我们内心有无比的心动 在描述在检讨跟想象的高雄到了下一步 跟我们这些人做华议 因为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没法靠别人 只能靠我们自己在高雄在地生活 那了解我们高雄问题 而且也了解整个世界策略 那所以说像世界有一个学生 我们的高国听起来一般市民可能很远 其实我们18年来 我们是在每一天每一个政策 都在落实都在检讨 那这也是参选市长 以及这种华议 可以把这些再次检讨 那我们怎么重新出发 告诉市民 还没有怎么走 环境跟经济发展怎么协调 有钱的人跟我们一般弱势的人 怎么平衡 来在2006年开始 高雄市议会 成立台湾第一个气候变迁小组 也是当年有推动 然后引荐的这些 ICLE气候变迁的一个国际组织 到高雄 我们不是只是签约 只是挂营 我们每一年市政府都排队 去考察 很多重要的会议 我都亲自参加 甚至于帮市政府规划 所有的市政的考察行程 都是我们在做的 所以说这一次 我真的很高兴能够跟市民 在把握我们这些获取所做的 跟未来高雄到底发展的策略 到底被安放 大家说新选新选被拖走 然后呢 又老又穷 不只这样 还又脏 安排安放 我们有方法 吴玉镇在他的市政白皮书中 也提出他施政的四大愿景 这四大愿景 让高雄 重回我们亚洲的地图 我在整个战略上 第二个 把钱跟人 如何留在高雄的策略 第三个 经济发展 经济与环境 共存 共融的策略 就是就业机会 跟我们的人民的安全 跟企业的发展 怎么去平衡 这是要同步思考 第四个 高雄在这里如何过好日 不要老是觉得 日本好 欧洲好 只会喊 向新加坡学习 向欧洲学习 结果完全没有策略 如果把他们好的经验 在我们高雄能够实践 这是我们整个 对高雄四大愿景 在高雄重回亚洲地图的愿景中 吴玉镇也提出四个策略 第一个 重回亚洲 我刚刚之前有提过 我们的海空跟路 一定要整个结合 要重新思考这些事情 高铁 他做了这个决策 事实上是完全不符合学理 跟地方发展 都是政治考量在需求 我自己从小 平东出生 平东长大 六块充 那是高平心的旁边 那个是飞航线的旁边 你高铁有什么都市发展 又不到高雄市 又不到平东市 所以说这是一个 希望提出我们高雄 延伸小港的一个整个策略 在全世界的新的盖的机场 跟高铁是并存的 有机场 后来到高铁 高铁一定迁就机场 或者高铁经过地方 机场的选择 一定以高铁进去 不像我们现在从高铁台中到高雄 完全不连接的 那我们希望有一个机会 让高铁能够从屏东自重 新岛小港这条线 让高雄能够空港路结合 让高雄这个地位 能够重新回到亚洲的一个战略地位 第二个大双港计划 我们的高雄港以外 新岛港争相差距 整这几年 真的是整个是把它抛弃了 对于原先驱受的产业发展 新岛港已经同时将近百亿 我们要重新塑造 它的整个功能 替代 包括邮庭产业 跟邮庭产业的整个世贸的策略 在沿线发展 跟邮庭产业 跟渔业关系的 以新岛港为主的一个发展策略 第二个大新加坡计划 我们在看这个气候变迁 所有的城市发展 都有在提到这个案子 新的一个 我们考察城市矿港 看新看旧 他们对新的策略是什么 对旧的怎么保存在运用 这也是在这里提到 第四个 成为高雄 要成为国际城市 在传统的国际外交 我们是没有空间的 我们应该要成为亚太的I-NGO NGO是全球的 我们高雄要友善的城市 就像伊克里的经验 第二个愿景 把钱和人留在高雄 吴玉镇也提出六大策略 第二个把钱留在高雄 第一个 我刚刚讲的 我之前一直讲 财政划分法 要重新理订 要跟高雄的立法委合作 他们也是他们的责任 也是大家的责任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市长必须跟高雄的立法委员 要求立法院重新划分 跟行政院 那还有解决债务 这三千两百亿 第一个就是要把 城局市长一直讲的 就是八百一十八亿 中央欠的欠市 原来欠市要弥贫的 这些特别补数款 要一约承诺 把它解决债务 第二个发行 高雄公益币 也是我曾经提过发行 是双创新园区 就是高雄就义会 成为一个 国际金融科技园区 左营成为一个创新的人才 聚落新村 第二 第三 第四 有关艺术银行 协助艺术家 跟艺术的产业 在高雄发展 第五个 推动整个地方的音乐区 不只是大舞开场 我们的新达港 还有 旗山 大林虎 都有很精彩的 在地的音乐 独立音乐 希望各地的独立音乐 都能够在地发展 第三个愿景 经济与环境共存共融 吴玉镇也提出 八个政策主张 那经济跟永续发展 就是昨天 我也看到陈其迈 到我之乐观考察 那其实大企业 地方政府 是要帮忙解决水电环境 协助他们把环境做好 投资策略 他们比我们更清楚 地方政府没给过 把环境做好 要求跟厂商协助 把水电环境 环境做好 是最重要的 政府要做的是 跟地方的传播产业 去创新 才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 在指责 那所以说 我们希望推动南美税 让外部成本 协助企业 不是要拿给政府税收 协助企业 做节能 减碳的一个工作 产业转型 成为一个循环经济 工业区本身 你的废水 废料 要整个园区里面 再循环 一个大循环 这是大联谷园区 不是把所有的石花园 丢到那边 整个要整个思考 山海三线高雄均观光 海线是七号线 从高丘大陆后面 直到鞋定 永安整个这条线的 一个弥陀 子官 大家想到高雄要玩 海产就往这条路走 第二个 从那边到洞西巷 就是28号 到大岗山 一直到岐山 这条山线 怎么开发严重产业 跟观光 那台29线就是海 从大树 从伯光山 骑山 美龙 一直到所谓人类门 跟甲仙 山须 保来 这条一条组 走着整个交通 产业的发展 让观光客来台湾 来高雄 到底要怎么走 要很清楚 大农场计划 就是我们讲的 俄司政府 来跟海棠 整个农地 有机农业 让人民 又很便宜 又很愿意做 现在是找不到农民 农民要做 你还帮他 他还要烦恼土地的问题 那是政府要做的 绿色人本交通 我想永群交通 是我一路走来的 大众运输房的政策 开发浮流水 现在浮流水 我们一直鼓励 浮流水 然后不用盖水库 让高雄的水值 从170降到140 现在还不够 我们希望再继续开发浮流水 共享经济跟公平贸易 推动马国山 成为国家自然公愿 第四个愿景 高雄要过好日子 吴玉政也提出六个策略 最后就是要让高雄要过好日子 第一个要推动 很多公民参与 在停在议会 市政府一直有认识不够 如果能担任市长的话 一定跟议会 让公民参与 对很多争议性的 为人民想做的 能够提出来 由人民做主 我们市政府是议会 只是人民的公仆 不是主人 不要搞不清楚 一直以为市政府的价值为价值 这是最重要 这是我们这次城乡在差距跑各乡市 大家对区长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 每天都换来换去 都当选举条卡而已 而不是在为当地人民在服务 所以如果 我当时市长 区长各线推荐之后 整合之后 最后人选必须要由人民 当地的区民来复决 同意他才能当在这个区长 才能真正站在高雄的区的市民来服务 老幼国家 怎么国家跟市政府怎么帮忙 因为人要做这些事情 很多空间 很多部分的经费 要由政府政策来支援 这个政府 因为市政府会做到最优先 还有市场改建 整个预算高雄 每一年 这十几年来 只有改了一个 我们要塞市场 每一年都是修修和谷 有些四十年都没有 到美农去 一个菜市场都没有 这是城乡差距非常严重 如果让农场 传统市场 到餐桌 最近的路径 减少食物的碳足迹 是我们整个政策 市场两件 食物银行 就是所谓循环经济 包括女性政务官 保障至少三分之一以上 的政务官 让很多优秀的女性 更细腻的思考 来跟我们一起 来担任这个市政府的 一个政务官 包括在地的人才 一起来出现 为我们高雄 因为只有我们高雄在地人 知道我们高雄需要什么 怎么解决 这是我四大所措 谢谢各位记者小姐 忍耐心也告诉市民 这样的主张 最后吴亦正强调 这也是他准备了18年 在18年高雄市议员任内 一步一脚印 默默一直在做的 市政白皮书 盘点高雄 重新出发 不只是让高雄 站在亚洲的新高点 也让全世界 看见一个创新的城市 亚新闻记者 陈文平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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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